是 我覺得小妹好像比較有可能 因為她其實好像是因為工作 因為她其實一直搞出來 一直以為我今天起很多晚上 然後她原本是說她會來 她會來這樣子 我會為了他 我會為了他 就邀請他一個 直擊許光和前女友來了 簡婷睿高顏值姐妹花曝光 親親的親親 緊緊閉著眼睛 是你不是你 恭喜最近演藝圈喜事連莊 電影《我的少女時代》 最美笑話簡婷睿和小開勞工 誕下兩子 但婚禮因為疫情阻撓頭了三年 終於在今天完成典禮 因為我覺得婚禮對我來說 就是雖然我們先經歷了就是 生了小孩然後出生了家庭 但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對我們來說應該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儀式感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想哭了 覺得說欸 怎麼娶到那麼漂亮的老婆這樣 但我覺得感動萬分 我覺得小妹好像比較有可能 我們的緣分很妙 因為我跟她從來沒有一起工作過 然後我第一次見面就是直接跟她去韓國玩 雙魚座談戀愛真的是很浪漫 我屬於激情型的啦 然後那時候完全就是不認識 就是第一次見面就是大家一起睡這樣 那不是認識嗎 可以共進這麼多久嗎 我很OK欸 我跟誰都可以睡 那不是要馬 還差的啦 不是在走睡啦 新郎是我的國中同學 新郎是我的國中同學 就是一起認識的啊 應該算是 就是普通的宮廟啊 帶他們去拜拜 然後他們就師父臨進門 修行靠自己的概念 會 會 上什麼 上什麼 哦 我們有一個叫樹林棒 他是第一個辦婚禮結婚的嘛 所以還有其他的兄弟在 最好拿著 最好拿著 包會超大一點的 對啦 我們會盯著他 大概幾位樹 我們幫他拋嘛 我們幫他拋嘛 因為他其實好像是因為工作 因為他其實一直搞出來 一直以為我今天其實是晚上 然後呢他原本說他會來他會來這樣子 我會為了他 我會為了他 就邀請他一個人 祝福的話 就不確定你好像 好像沒有聽到 應該有啦 在心裡啊在心裡 我們在場的是最有幸的 對 當然當然 我在這個會場會稍微 多交一些朋友 試著找東東的春天